两者同志 新兵班 防化训练权集合完毕 请这事 小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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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志们 在战场上 我们有时候 可能会遭到化学武器的袭击 当遭遇化学武器袭击以后 可能会对我们造成很多影响 比如说皮肤溃烂 或者是导致失能 丧失运动能力 或者是神经毒剂 等等 对我们人体造成伤害 但我想最终的结果 肯定有一个 会导致大家死亡 因此 今天我们就训练 防毒面具的穿戴 下面 只有我边讲解动作要领 由王威为大家示范 当遭遇毒气袭击以后 我们应该迅速穿戴防毒面具 好 听口令 防护 避 避嘴 避眼 避气 将整个防毒面具带于我们的头部 同时拉紧帽带系统 吹就是检查我们防毒面具的气密性 是否漏气 好 解除防护 用大拇指抠住我们头戴系统后侧 整个将防毒面具解除掉 穿戴防毒面具 通常在八秒钟以内完成 在今天的训练过程中 我们每一次 同志们没有做到位 就算阵亡一次 我们看看 今天训练结束以后 谁阵亡的次数最多 清楚没有 清楚 真的吗 好